你看排排一站 立法委員站到後面那種氣勢 現在的戰鬥背心也是他風起雲湧 帶起來的沒一個人把名字上去 這次為什麼 我是講落寞啦 那李老大講寧靜啦 都可以啦 什麼形容詞都可以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外在的形式的形成 是不是代表他內心世界的想法 他根本就沒有 根本就沒有說要玩真的 我認為啦 那這個100萬門檻 如果我說是一個下台階 未必不是好事 只是您剛才提到的 萬一沒有過25萬多 26萬沒過 那真的是很難 等一下 民意你剛講的這一段 市長 民意剛直接講說 這些大家覺得 不可思議的方式 或是那個結果 表示宋先不見得要選到底 因為他在昨天專訪的時候 有講說 我不會為了選到底 而選到底 可是他說他有參選的決心 那可是從這些作業上來看 你會不會質疑這些事 我有點聽不下去 真的嗎 今天跟你們都負以 我現在聽到了 比較重要的是 的確宋先原來 他們原來有一個佈局 就是想從便利商店上架 直接把連署書上架 可是中間有一家 連署的跟他們拜託說 他們惹不起國民黨 也惹不起民進黨 OK 所以他們不敢 不過並不是所有都不敢 我至少已經知道有一家敢 可是現在還沒看到啊 當然 這要安排嘛 所以宋先把整個的計劃 推到未來30天 OK 就是最後30天 前面這些是過去的確 姚老師講一點都沒錯 他沒有過的經驗 也就是說過去是這樣就可以連署 他可能還會認為說 台灣是那麼自由的國家 他一連署就知道沒有那麼自由 有很多恐懼 有很多恐懼 不敢做 不過也不是所有人 那另外就是這一次 網路連署 還有一個特徵 這是我看到一個朋友的小孩 年輕人 30歲上下 他們自己在連署 可是他們連署方法 是自己download了以後 50份50份自己連署好 裝訂成冊以後 打電話給市議員 跟他講說要送去哪裡 為什麼 因為這些名單 他們不願意外洩 所以他輕送連署 這個很有意思 做到這種程度就表示 他們很清楚 你不要講太多了吧 兄弟 怎麼樣 這不講太多 這樣就回到學道吧 你OK 好啦 我講完 我們講完嘛 那這些是我接觸到的 那甚至中間 有一個台籍的企業家 兩個啦 應該是兩個 最近週末跟我見面 他說他準備現身 要幹嘛 因為他說 對啊 他說宋先生既然要打破藍綠 那我是綠的 那我就出來跟他站一起 打破藍綠 他說這個事情 跟選舉無關 跟整個台灣 要未來要走向什麼 那當然是 我認為他還是對宋先生的 所謂打破藍綠 這個他是有信心 他覺得他應該是這樣 所以他也認為說 如果能打破藍綠 輸贏不是那麼重要 要選到底輸贏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要打破藍綠 但是他的話一說 可是打破藍綠就會贏 這個是 那我先問就你剛剛講的這段話 我們直接從你這段話往下走 你說這個叫打破藍綠對不對 同樣的 你今天看一個新聞 說一個獨派團體 說一個台灣國什麼什麼一個團體 他們在那邊直接擺攤 說要幫宋連署 這跟你說的 如果有一個 大家印象中 他應該是所謂的綠掛的卸家 對如果往宋身邊一站 跟那個台灣國擺一個攤子說 來大家打破藍綠幫宋連署 對宋來講 你真的覺得因此是加分 還是會讓原來本來想 幫他連署的有一些比較偏藍的 會覺得說 你看宋這樣跟所謂的氣碼寶臺 因為今天台灣國的獨立團體 他就直接這樣講 茉莉花革命跟氣碼寶臺 跟李登輝什麼 全部都扯在一起的話 到底對宋是好還是不好 是加分還是減分 但不一樣 我也尊重台灣國的這個動作 因為我也相信 台灣國那個動作中間 有很真實的部分 也就是說 他們真的有可能投票 連署也是要投 那我講的那個台籍企業 那就不一樣意思 因為這個中間有某種程度 是在告訴現行的體制 包括民進黨跟國民黨 不是你們國 說我沒選給你 要選給誰 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對於說 你們長期來 就是想靠藍綠這樣分 然後就想贏 用板塊就要贏 這個事情要結束 那這個當然你要站出來 我覺得這個站出來很重要 但最重要就是說 的確有一些年輕人 我問他們 他說為什麼不給送一個機會 他們其實理由很簡單 為什麼連署 你覺得送比較好嗎 兩句 一句叫做為什麼不給送機會 一句叫做只有國民黨和民黨兩黨選 真的很無趣 不曉得在選什麼 就是說有送先來比較好 那這個是 但是我一問說你知道送先是誰嗎 那大部分都 那個是 你講不下去 他不知道 可是他知道這樣選不好 他覺得有一個第三咖來 那這個就很標準網路時代人的想法 所以我的感覺是說 這個東西逐漸正在滾動 那不要再講下去 因為我看這個 你好大 可是這個表情太嚴肅了 那是我們講這些狀況 你能夠認同這個 就是說就算有綠的人站送旁邊 或是說盛獲講說那些獨派的團體 幫送去做連署 基本上就是告訴大家 這叫打破藍綠 我不認為是這樣子 剛剛那個憲宏講說 有第三咖出來是打破藍綠 最後選舉送不當選的話 就是不是藍就是綠當選 還是沒破 將來還是那個 如果綠當選 下次挑戰就是藍贏 如果藍當選 下次挑戰就是綠贏 所以你覺得送不會當選 他當然不會當選 照這個樣子看 那如果說 我不是說他不會當選 因為他自己已經幫自己那邊下 他說他有很深的 練國民黨情節 他不會願意說真的 你知道他對國民黨有戀情 然後他說他是反金馬體制 如果你只是為了反金普衷 而搞這麼一大台 你不覺得戲弄所有的人嗎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剛剛講到 其實姚教授有一點擔心 我們清民黨每次 我叫他們吹很大 就是說他說那46點都是地面上的 檯面上的 他地下很多 蚯蚓那個洞磚來磚去 那網路上就像憲鴻講的 五十份五十份 就像有個老伯伯說拿五百份回去 我就不相信那個老伯伯可以連數到五百份 好不好 當然有心意啦 有誠意啦 但是你知道嗎 他說他絕對不會跟馬英九在選前碰面 但是我相信他有跟很多南營的大佬碰面 因為我有碰到南營的大佬就是前幾天 那個大佬第一句話就問我說 他說你跟蕭先生很熟啊 蕭副總很熟 你最近有沒有看到他 我說我有碰到 他說他會不會很物足 你知道我以為他會問說他身體好不好 他竟然第一句話是說他是不是很物足 我說沒有啊他精神很好 然後身體也很好很快樂啊 然後就沒講話 那我後來就發現 宋楚瑜有念國民黨情節 國民黨這些大佬們 其實好像看起來是冷眼旁觀 但是我是覺得啦 他們是被冷落沒錯 他們我不會說他們幸災落禍 但是在他們眼中宋楚瑜就是國民黨人 如果說他今天當選還是國民黨執政嘛 那馬英九落選只是馬英九落選 所以你說沒有打破藍綠這回事 對 我不認為有打破藍綠 所以那些人是冷眼旁觀 當然我不能說樂觀其成啊 就是說反正你馬英九對我也不友善 宋楚瑜來至少對我還蠻嘘寒問暖一下 所以我覺得藍綠還是藍綠啊 OK 你剛才講說那比較酷手的 塞德克巴萊版的 大家在研究說這個海報的這個情況 上面就看到說連數的快來 其實我們就知道說是最近最夯的電影 就是塞德克巴萊這部電影 他的這個海報就被網友給酷手了一下 有人就在想說到底這網路上是熱是冷 對這個連數我們看他怎麼酷手呢 尤其是這幾句話 這上面就是他們原先寫的 如果連數是要我們挨家挨戶 那我就讓你們看見老神獎的驕傲 這個好熟悉對不對 就像是那個塞德克巴萊他上面 他上面寫的是說 如果人民是要我們卑躬屈膝 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 他就把他枯手成這樣 而且很好玩的是說他當然是把這主角的頭呢 就換成了這個宋主席的人頭 然後導演就變成宋主席 那其實網友當然那個創意無所不能 可是這個某種程度 當然也是表示包括親民黨或劉雅大剛講的 因為現在感覺非常人力物力 對親民黨來說可能都是一些問題 可是姚老師 如果從這些來看 剛才所特別提到 如果有超商網路 如果有很多 或者網路組啊 是不是能回頭印證宋主席講的 他就是有參選的決心 你不要質疑他到底會不會選到底 我巴不得剛才 先好講的成真的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希望他參選 那個贏不贏得總統位置從來不在腦海裡 因為所謂的參選的正當性 叫大義民憤在哪 是因為厭惡藍綠一直在假議題裡面內耗台灣 就這麼簡單嘛 當不當那個總統 或者未來第三股勢力誰來當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台灣永遠不能在這個兩個裡面 在假的題目上面亂號 號到今天還是如此 就這麼簡單 這個叫大義民憤 那宋先生說一定要在 他並不是小藍的身份 他就是第三 他沒有跟綠跟藍 跟他說他有關係 跟國民黨情節 所以他這種程度還是認為 我就暫時不作評 我當然希望他們 如果有像7-11這種點 如果那個老闆真的有這個尬詞 我給他 拍拍手 不但晚上我也給他歡呼一下 因為他要抵抗一些壓力 我這點完全親自 企業界要做這個事 是有尬詞的 是有理念的 有理想的 是對的 那可是他仍然講那個 我就為什麼一直在催他要有決心 不要怕那個當選不當選 一直在講說 我不會勉強去選 對 他為了選到底而選到底 我真的我那天聽了以後 我想了一個小說想不出 你這個意思是什麼嗎 這個意思什麼意思 就還是不肯講說我一定選 那可是這是有壞處的 以前一直擺在那裡做選擇 是也許為了造勢什麼原因 都其實是有好有壞 有好處多的 現在不選我確定知道就有壞處 這個對他來講影響很大的 我知道他在邀請一位重要的人士 出來支持他 那個人也願意支持他 是剛講的綠營的嗎 那可是我在私下跟他見面的時候 他就問我 他最會是不是一定參選 我最會我不敢講了 那我就不敢講了 我說這點他現在好像還沒有講死 那他就說那如果出來支持他 萬一不選我不是一臉豆花 你懂我講話 當然當然 人家會考慮嘛 王雪紅不是這樣考慮嗎 他難道被邀請他不會這樣考慮嗎 萬一我出來 那最後那不 這點點點 每個人都會想 就是說壞處是會有的 就是說你原來不講死是有好 現在壞處會出現出來 這一點我是覺得 宋先生應該要考慮 因為連署已經既然這樣下去 如果真的有人出來這樣子挺你 已經有這個氣勢了 你就把話講明了 我一定去登記的 那這個我相信對連署有幫助 對出來支持你絕對有幫助 不是 您剛剛提到一點 市長 宋先生為什麼還是不願意把話講 是因為連署也開始了嘛 你難道就一定要拗到11月25 連署都已經見真章以後 才一次出來說 我決定選了 或我決定不選了 有必要在這個時候還這個樣嗎 因為這會影響到剛剛講 誰要不要站在你後面 誰要什麼 大家不願意搞成那種 衝啊 衝啊 然後結果他自己出去 結果老帥看一看 唉 算了算 回家吃晚飯了 不通吧 我覺得他這樣講 當然是有他的道理 我聽起來不是說他不選 我聽起來是他有參權決心 還是決心 可是他 他基本上的思考 是說 如果現在告訴大家 好像可以不要擺萬 我認為他需要 我認為在宋先心目中 百萬是很重要的一個數字 畢竟他說過他退出政壇 他用什麼方法來告訴大家 我現在光榮地回到這個 選舉的位置上 百萬連署 所以他對百萬連署非常計較 他一定要這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對他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思維 這個不是只是數字而已 所以我覺得他到現在為止不鬆口 他怕的也是說 大家覺得說如果你說 沒有百萬也可以連署 那大家就覺得已經有了 這樣就結束了 對我覺得他的思維是在這裡 他要去他最重要在這一段 最重要是鼓吹百萬連署 那其實很多人跟他見面 都已經告訴他了 有什麼困難說 我們就幫忙 你說是有些企業自己有員工 願意他看似要五百份 要一千份 他都來了 都已經告訴他了 都是你什麼時候要發動 那我覺得他現在 他已經算好說三十天 最後是倒數三十天 那現在還有十幾天的時間 那去安排好 包括他全省 可能至少有十個點 走透透 避免 現在… 加油 加油 加油